假如你在战场上突然被己方火力锁定了 会是种什么体验 2024年12月 一架超级大黄风战机 正准备返回自家航母的时候 突然发现自己被导弹锁定 飞行员奇怪地保持了冷静 不仅如此 两位飞行员还相互确认了一下 确定是有导弹来袭 这才开启弹射 一时间各种说法满天飞 而海军的调查结果出来时 却惊掉了不少人的下巴 因为打下自家飞机的 竟然是美国海军最先进的巡洋舰 提康德罗加级盖茨报号 无独有偶 早在两亿战争时期 提康德罗加级也曾误及伊朗的民航飞机 想来这两位飞行员能如此冷静 也是对于提康德罗加级的恶名有所耳闻了吧 但是你知道吗 提康德罗加级其实是美国海军 大规模运用新型技术的成果 那么它到底运用了什么技术 驱逐舰的底子是怎么塞进去巡洋舰的功能 美军又是为什么对它心心念念 舍不得让它退役呢 接下来火力军就和大家好好聊一聊 美军的队友杀手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 想了解提康德罗加级 咱们得先明白一件事 这艘船的诞生并不是源于什么美好的愿景 恰恰相反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它都是美国海军焦虑恐惧 甚至是绝望的产物 在提康德罗加出现之前 海军怎么防空 靠的是旋转的机械雷达 雷达转一圈数据刷新一次 操作员喊一嗓子 炮手或者导弹手再调整设计 但到了上世纪70年代 冷战的阴云压得西方海军喘不过气来 苏联海军总司令戈尔什科夫 给美国人准备了一份地狱般的礼物 饱和攻击 这是什么意思呢 意思就是 当苏联的托2M轰炸机群呼啸而来 当水下的奥斯卡机核潜艇 打开导弹舱盖 在短短几分钟内 会有数十枚 甚至上百枚超音速反舰导弹 像一群发疯的马疯一样 从四面八方 同时步向美国的航母编队 对苏联来说这很有意思 但对美国来说 这个意思可就真没意思了 当时的美国海军做过推演 结论是令人绝望的 在苏联的宝核攻击下 现有的防御体系会在第一波打击中 哪怕没有全部被击沉 也会因为雷达通道堵塞 指挥系统过载彻底瘫痪 那是什么改变了这一切呢 是宙斯顿 而宙斯顿的载体 原本应该是一艘无敌的战舰 一艘排水量接近2万吨 拥有核动力心脏 能够无限续航 无限战斗的打击巡洋舰 然而现实总是比理想要骨感的多 70年代末的石油危机 和越战后的预算减缩 而核动力本身就代表着高额的前期投入 以及更加麻烦的后续维护费用 国会老爷已经被核动力这三个字 折腾害怕了 最终一直命令下来 核动力方案被彻底枪毙 全新的巡洋舰船体遥遥无期 但在大洋彼岸 苏联人的导弹技术却在日新月异 基罗夫级巡洋舰的龙骨已经铺设 时间不等人 在时间和资金的双重挤压下 设计部门被迫做出了一个极具风险的妥协 那就是直接征用现役的斯普鲁文斯级驱逐舰船体 作为设计白板 那么为什么选择斯普鲁文斯级 原因在于这型驱逐舰在设计之初 采用了模块化建造理念 肚子里预留了足够大的空间 动力也足够强劲 就好比你要是改造自己的爱车 当然是原本的排量越大 能改装的余地越大 但是呢 将一套原本属于万吨级 甚至是两万吨级巡洋舰的系统 强行移植到8000吨级的驱逐舰舰体上 这不仅仅是改装 这是所谓的小马拉大车 正是如此 这也为后来提康德罗加级 长达40年的服役生涯中 那些回之不去的阴影埋下了佛比 这样一个频频造错的舰体 当然不是提康德罗加级成为舰器的原因 它身上最大的秘密在于宙斯顿系统 首先 我们必须纠正一个长期存在的人知武区 那就是把宙斯顿 简单的等同于纳斯敏贴在舰桥上的 ANSPY1相控阵雷达 事实上 纳斯敏雷达仅仅是整个系统的一部分 宙斯顿它本质上是一个 高度电脑化的指挥决策与武器管制系统 而在宙斯顿系统里 当雷达捕捉到数百个空中目标后 海量的数据会立刻汇入中央计算机 也就是UIK7指挥决策系统 后期升级为UIK43 自动对目标进行敌我识别 评估威胁等级 并根据目标的距离和速度 瞬间计算出最佳的拦截方案 是先到那个飞得快的 还是先到那个飞得低的 根本不需要舰长去烧脑 系统已经排好队了 在面对极高强度的宝核攻击时 宙斯顿系统甚至可以进入全自动作战模式 在这个模式下 从发现目标 锁定目标 到分配火力通道 全过程无需人工干预 系统能够在几秒钟内 完成人类指挥官 需要几分钟才能完成的复杂决策 当然 人类还保留着最终的决策权 也就是决定到底开不开火 不过 真到了需要打开全自动作战模式的时候 恐怕也没有人有闲心去犹豫了吧 既然拥有了如此敏锐 且决策果断的控制系统 提康德罗加级 自然需要配备一种 投送效率同样惊人的火力发射装置 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介绍的 MK41垂直发射系统 在提康德罗加级的前五艘舰艇上 美军使用的是MK26双臂机械发射架 这是一种结构极其复杂的机械装置 看着很威风 两只巨大的铁壁挂着导弹 但这在实战中 它必须先从甲板下的弹库中提起导弹 挂载到发射壁上 然后机械旋转对准目标 最后点火发射 这一连串机械动作 无论设计的多么精密 都存在不可压缩的时间限制 这就导致了一个极其致命的瓶颈 当宙斯顿系统 已经计算出数十个拦截方案时 MK26发射架 却因为机械运作的延迟 还在慢吞吞的装弹 更糟糕的是 如果这套复杂的机械结构 在战斗中发生故障 比如液压管破裂或者刀柜卡死 那么整艘战舰的数十枚导弹 就会被瞬间锁死在肚子里 这艘价值十亿美金的战舰 就会变成一只拔了牙的老虎 为了彻底打破这个瓶颈 从第六艘邦克山河开始 提康德罗加级 换装了革命性的MK41垂直发射系统 这一改变带来了三个颠覆性的战术优势 第一是射速的质变 MK41采用了热发射技术 导弹直接在发射桶内点火 不需要任何机械装填动作 这使得它能够以每秒一发的速度 连续倾斜火力 瞬间在空中形成密集的导弹墙 完美匹配了周斯顿系统的 多目标处理能力 第二是全向攻击能力 垂直发射的导弹 升空后利用自身推地转向 这意味着战舰不再有射击死角 无论敌方目标从哪个方向来袭 MK41都能在第一时间做出反应 而无需像机械发射架那样 等待炮塔旋转对准目标 第三是任务弹性的飞跃 早期的MK26发射架 只能兼容防空和反潜导弹 而MK41系统 采用了标准化的模块设计 同一个发射单元 既可以装填拦截飞机的 标准2防空导弹 也可以装填猎潜艇的 阿斯洛克反潜导弹 更重要的是 能够装填射程数千公里的 战斧巡航导弹 这一改变具有战略意义 它让提康德罗加级 从一艘纯粹的航母保镖 进化成了一艘 具备远程对立打击能力的 战略武库舰 但这引出了最后一个 也是最具争议的问题 既然它本质上 只是一艘武装到牙齿的居住舰 为什么美国海军 一定要把它定义为巡洋舰 要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需要把时钟 拨回到1980年 在这之前 提康德罗加级的官方编号 其实是DG-47 也就是导弹驱逐舰 但它还没有下水 就被原地升级成了CG-47 也就是导弹巡洋舰 这一夜之间的身份跨越 其实是一笔 为了争取预算而算的政治账 当时苏联海军正在建造 排水量超过2万吨的 基罗夫级核动力巡洋舰 给美国国会和公众 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 如果在统计数据上 美国海军只有驱逐舰 而没有足够数量的巡洋舰来对标 那么海军就会在争取军费预算时 通过更改编号 美国海军在直面上迅速填补了这个缺口 这听起来似乎是一种文字游戏 但是如果我们深入分析 这艘战舰的内在配置 你会发现 巡洋舰这个头衔 其实并不完全是虚名 而是有着坚实的战术依据 这个依据的核心在于它的指挥能力 提康德罗加级虽然船体不大 但它拥有一个面积巨大 且功能完备的战情中心 在这个指挥中说里 不仅有负责本舰作战的操作员 还专门预留了防空战指挥官 及其参谋团队的战位 在航母战斗群中 航空母舰负责进攻 而提康德罗加级 则扮演着舰队副官的角色 它的计算机系统 不仅要控制自己的导弹 还有通过数据店 接管周围其他友军舰艇的火空数据 这意外着 提康德罗加级的一名战术行动官 手下控制的 不仅仅是本舰的122枚导弹 而是整个编队 包括驱逐舰 护卫舰在内的 数百枚导弹的发射权 这正是提康德罗加级 最令人胆寒的地方 所以 虽然它用的是驱逐舰的船体 但它承担的 确确实实是 现代巡洋舰的职责 如果你对此还有意义的话 不如再来看看 美军的阿利伯克级驱逐舰 它为了隐身性和成本 压缩了上层建筑空间 虽然有同样的雷达和导弹 但没有足够的地方 来安放这套复杂的指挥班子 直到最新的伯克级 Flat-3型出现 随着吨位的增加和设计的优化 驱逐舰才勉强开始具备 替代巡洋舰指挥职能的能力 这也诠释了为什么 美国海军宁愿忍受高昂的维护费 也要让老旧的提康德罗加级 超期服役这么多年 因为那个能够统一全局的 指挥型战舰 实在是太难被替代了 理论说了一大堆 是时候看看实战了 在过去四十多年里 提康德罗加级经历了战火的起立 既有高光时刻 又难以洗刷的污点 1991年海湾战争 这是提康德罗加级 也是宙斯顿系统的 真正的高光时刻 当沙漠风暴行动开始的那一刻 数十枚战斧巡航导弹 从提康德罗加级的 垂直发射井中呼啸而出 他们贴着海面飞行 穿越了数百公里的沙漠 精准打击了伊拉克的内陆目标 这一战不仅验证了 MK-41吹发系统的可靠性 更向世界展示了 一种全新的海战模式 然而 技术的先进并不代表从无失误 1988年 文森斯号导弹巡航舰 在波斯湾误及伊朗民航客机的残局 成为了宙斯顿历史上 最黑暗的一夜 当时 文森斯号正在与伊朗炮顶交火 局势极度紧张 宙斯顿雷达 忠实地捕捉到了一架 从阿巴斯港起飞的飞机 系统本身并没有误判 数据显示 这是一架正在爬升的飞机 但是 在紧张的战情中心里 在高压环境下 一名操作员 错误地将这架民航客机 识别为了F-14战斗机 那么 为什么会犯这种低级错误 事后调查发现 这是典型的人机交互灾难 早期的宙斯顿显示界面 全是枯燥的符号和线条 缺乏直观的敌我识别提示 而且系统 给予人类反应的时间太短了 必须在几十秒内做出决定 最终 两枚标准二导弹升空 290名平民葬身火海 这个学的教训 迫使美国海军 在后来的系统升级中 优化了信息的呈现方式 试图避免悲剧重演 但正如我们开篇提到的 2024年 物极自家战机的事故证明 只要是将杀戮的权力 交给算法 只要人类 还需要在毫秒之间 做出生死抉择 这种有军物极的幽灵 就永远无法彻底驱散 除了软件上的隐患 在硬件层面 提康德罗加级 连年临阵无法逆转的衰老 正如我们开头所说 它是一个被强行拼凑的产物 首先是结构问题 由于是在驱逐舰船体上 进行了过度的改装 塞入了数千吨的上层建筑 为了控制重心 设计师被迫采用了 大量的铝合金材料 来建造上层建筑 但是 这里有一个物理学常识 热胀冷缩 铝合金和钢制船体 在热胀冷缩率上 是完全不同的 通俗的说就是 当战舰在大洋上航行时 底下的钢制船体 和上面的铝制楼层 会因为在同样温度下 膨胀的幅度不同 而发生不同步的扭曲 这种常年累月的较劲 导致提康德罗加级的上层建筑 出现了大量的结构性裂方 哪怕海军不断地打补丁 加装凯弗拉装甲 甚至通过焊接钢板来加固 但这种娘胎里带出来的兵 根本无法跟着 其次是成本问题 维持这套老旧的系统 特别是那些早期的计算机 和电子管雷达 需要高昂的维护费用 随着阿里伯克级 Flight 3型的服役 这型拥有更先进雷达 更合理船体结构的新日战舰 终于让海军下定决心 送老兵最后一程 从2022年开始 提康德罗加级开始密集退役 有的被当作靶舰沉 有的被拆解回炉 这也标志着 那个属于冷战巅峰 属于暴力美学的巡洋舰时代 正在缓缓落下帷幕 好了 关于提康德罗加级的故事 到这里就差不多了 从拼奏船体的无奈 到宙斯顿系统的横空出世 从波斯湾的物极惨剧 到垂发系统的火力革命 我们不难看出 提康德罗加级的一生 就是现代海军 从机械化 向信息化转型的缩影 虽然他有着这么多的缺点 虽然他正在陆续退役 但他的灵魂 早已复刻在每一艘 现代化的美国战舰值上 宙斯顿战斗系统 与垂直发射系统的黄金组合 直接孕育了 后来更成熟 更强大的阿里伯克级驱逐舰 并成为了此后30年里 世界各国海军 竞相模仿的标杆 从这个意义上说 提康德罗加级 不仅是一艘战舰 更是一座连接着 旧时代大炮巨舰 与新时代数据链海战的 不朽封碑 在他之后 世界各国的主力战舰 无论是中国的055 还是韩国的始宗大王 亦或是日本的摩耶级 身上流淌的 其实都是提康德罗加级 确立的 像控制雷达 加垂直发射系统的 宙斯顿血统 好了 今天关于提康德罗加级的故事 就到这里 你认为在未来的海战中 像这样高度集成的 大型载人战舰 还会是绝对的主角吗 还是会被更分散 更智能的 无人作战平台所取代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 别忘了点赞关注 也欢迎在评论区 分享你的看法 我是火力军 我们下期再见 好的 各位观众朋友们 我们频道一直在聊 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 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 有没有值得推荐的 入门级模型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 近期接触到的产品 首先 它的外形还原度 做得相当不错 比例准确 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 也都有体现 材质也说得过去 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 其次 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 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 有一定帮助 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 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 价格确实比较亲民 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 或者单纯想在桌上 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 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 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